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23岁艺人周星哲与大桃6岁在三里游主播借邻, 依陈之称的主播赵戴欣曾被拍到两人约会逛街, 消息一出来赵戴欣不受恋情曝光影响,并非常有。 AC的回应,谢谢大家关心。 前日在被拍到小俩口在超市甜蜜约会, 周星哲得知女方稍后还要上班,开住308万元的保时捷再度上演温馨街送到三里门口。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周星哲日前与数名友人在那湖某餐厅用完餐后, 离开餐厅两人自然走一起,期间照戴欣发现眼睛可能有异物, 想用手抠掉,男方则贴心向前靠近检查。 之后两人与友人们道别后,周星哲开车在照戴欣前往美福饭店逛超市, 两人在超市有说有笑,半小时后照戴欣受提一袋战利品, 最后周星哲再把女方载到三里,之后提住买好的东西再回到失败住处。 两人去年底在节目安安大明星中相识,周星哲节目对赵戴欣是爱,宝贝, 全世界乃最可爱。 没想到两人真的因此擦出火花, 事实上,周星哲过去也曾被拍到与赵戴欣单独逛百货公司, 装扮上并无太多遮掩, 这次再被拍到两人填逛超市, 可见恋情正打得火热,爱得相当大方。 周星哲与赵戴欣被拍两人填逛超市, 和成图,翻摄自脸书, 周星哲,中,与赵戴欣, 又,节目上互动有火花。 截取自YouTube,周星哲,中,与赵戴欣, 又,两人因节目安安安大明星相识, 截取自YouTube。